观众朋友,这里是航城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,林莹北高峰山脚下。 今天,在这个最烈的景点处呢,又将增添一道新的景点,那就是今天开业的浙江省珠宝古玩市场。 据了解,这是近年以来杭州市开办的第40个专业市场,也是城区内的第214家专业市场。 令人应接不暇的是,就在珠宝古玩市场开业的同一天,位于秋桃路上的华东皮革城,也披红挂力的效应四方客人。 几年前,当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市场,柯桥的中国青访城早已申名远洋时,杭州的市场还是个被遗忘的角落。 但如今的杭州,专业市场已遍布了各个区限,尤其是今年以来,专业市场更是如雨后春笋,一个接着一个。 据了解,每个月总有四五家专业市场跟消费者见面。 杭州市工商局提供的数据表明,迄今为止,杭州市已拥有各类专业市场200多家,品种涉及服装、鞋类、家电、建材等20多种。 有人做过调查,凡是各大商场出售的商品,一副都能在杭州竞交找到相应的专业市场。 专业市场以专业品种的丰富,填补了活有大商场全而不专的空白。 文明全国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拥有各类服装四千多种,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服装专业市场。 堪称陶瓷制度的杭州陶瓷品市场,毁碎了全国各地所有的陶瓷产品,品种超过两千多个。 当然,消费者之所以特别垂青专业市场,还因为那里便宜的商品价格。 当然,这么一块布料吧,比外面便宜多。 比外面便宜好几块钱。 他这里好像特别的便宜。 特别便宜啊。 你外面做市场货,你们肯定要便宜。 我们刚刚的打价太便宜,别人都买得起。 主要是图他的价格便宜,货也差不多的。 货也差不多。 差不多的。 在大的商场也是这种货的吗? 就是啊,像上场这种货,肯定是差不多要七八十吧,在这里才四十。 加一半。 这两位从猪鸡赶来的消费者货币三家后,在这里买到了称兴满意的家具。 一模一样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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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模一样的,我口口的花是一样的。 按我们以往的概念,市场往往是地毯式的,是经销低档次商品的场所。 然而,浙江家电市场在短时间内的迅速崛起和兴旺。 证明了杭州专业市场正从低档次向中高档次发展。 今年三月份挂牌开业的现代集团浙江家电市场,在短短的八个月中,营业额就已超过了十个亿。 相当于浙江省最大的百货商场,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,去年一年的营业总额。 本来有朋友去行走,到街北去买的。 可是街北的朋友家说,这里家电市场的价格比较便宜。 那里嘛,他们说琵琶也是到这里来的。 那么东西都是一样的,跟这里都是便宜。 我买了一个老板牌的那个煤气罩, 再那个是万加勒的润水器,还有那个晒炕的油烟机。 我以后准备那个空调也在这买,比外面便宜一点。 那么质量感到怎么样? 质量的话,他因为他说都是有保证的了,到时候可以保修了什么。 专业市场这片炙手可热的买卖之地,不仅深受消费者的青睐, 也吸引了全国各地一些大企业前来安营扎载。 很多商场,因为不是我们直接能够照顾到。 像售后服务方面,还有一项讲解方面,商场我们很难照顾到。 那么在市场由我们自己来直销的话呢, 那么这些东西,我们自己的人员都能照顾到。 那么在这里,你们的价格都是比那个商场要低一点是不是? 那销售的价格呢? 零售价格低一点。 那么这样来说,对你们商家,对你们厂家来说,是不是受到影响呢? 那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。 本身呢,我们厂家在这个,对这个经销商的经销商还要下调一部分利润。 我们把这个利润直接让给顾客。 这也是应该一个更好的尝试。 能够给消费者感觉,我买不管什么样的商品, 只要进入一个比较放心的一个场所来买。 我想这可能是为消费者是最关心的问题。 他进入市场,同样买到正宗更便宜的商品,有什么何乐而不为呢? 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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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